嘿大家好我是艾爾文 歡迎回到艾爾文的生活紀錄頻道 在前一陣子我們在頻道當中跟大家介紹了這個東西 這個是RODE推出的RODE Wireless GO 2 一對二的輕巧型的無線麥克風 但其實市面上面已經有越來越多這樣子的麥克風 也證明說市場真的有這樣子的需求 那我自己是蠻開心的啦 競爭對手越來越多 品牌他們才會把自己的產品做得越來越好 那前一陣子我收到了Holyland 他們寄過來的LOCK 150 也是一個輕巧型的一對二的麥克風 所以我就想說 與其我去做一個開箱與評測 倒不如我們直接把這兩個雷通的產品 去做一個橫屏 希望可以幫大家解惑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優點 強項 就看哪一款比較適合你的使用需求而已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整體外觀的設計 這兩款有非常非常明顯的不同 Red Wireless Go 2 它收納起來的時候是這樣子長條形的一個包包這樣子 是軟的 但是LOCK 150呢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它整體的體積還有重量都比較大 那是因為它使用的是硬的保護盒 這個保護盒它也是一個充電器 它除了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好的保護性之外 同時因為它是一個充電盒 而提供了更多的方便性的功能 比如說 它就像是一個真無線藍牙耳機的充電盒一樣 是可以儲存電量在裡面的 所以當你在外面拍攝的時候 快沒電了 我可以直接把我的發射器跟接收器 直接把它丟到這個充電盒裡面去 它就會進行充電了 我不用再去額外的去接行動電源還有充電線這些東西 那在充電的時候 我也不用去找三顆豆腐頭 然後分線器 然後接三條USB的線 像RO的這樣子 來去對我的麥克風們進行充電 後來就是你全部把它丟進去盒子裡面 然後透過一條USB Type-C的線 就可以直接對盒子 還有對你的接收器 發射器 全部同時進行充電 這點太讚了 只是說你就不能夠弄丟這個充電盒 否則的話就會像你的真無線來耳機那樣子無法充電 那另外呢它也沒有辦法像ROD這樣子 一邊充電一邊使用 有得必有失嘛 就看大家自己的應用場景是什麼樣的 第二點我們來看一下機身的設計 還有他們的控制介面 這兩款都是輕巧型的一對二無線麥克風 發射器的體積跟重量是Holyland LARC 150的 這個比較輕巧一點點 那兩者它們上面都有內建的麥克風 那也都可以接上外接的Lav mic 也就是mini mic 像我現在這樣子 那也可以裝上防風罩 有提示燈 還有一個控制的按鈕 那背面這邊呢 它這個夾子可以讓你夾在任何一個地方 看你想要夾在哪裡 那Rail Wireless Go 2呢 它上面有一個是USB Type-C的這個接孔 這個接孔可以充電 那同時也可以接上電腦去開啟更多的功能 但是Holyland的LARC 150它是沒有的 如果它要充電的話 就必須要把它放回去充電盒裡面 才能夠進行充電 那防風罩的安裝在Holyland這一邊 它也很聰明的去利用了它旁邊 35mm的接孔來去支撐 比較容易安裝 但是如果你要說牢固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Rode二代的這個旋轉式的 會比較牢固一些些 那在提示燈上面呢 我們也可以透過LARC 150 它上面的提示燈的顏色 來去輕鬆的分辨 它們是Mic 1或者是Mic 2 因為兩個麥克風的提示燈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藍色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偏向於青色 可是Rode Wireless Go 2上面呢 它是沒有辦法這樣子分辨的 你如果要看錯哪一個麥克風是哪一個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拿那個麥克風 然後去測試看View表 你才會知道哪一個麥克風是哪一個 LARC 150的這個貼心小設計 絕對是加分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接收器 那接收器的部分 LARC 150它就比Wireless Go 2 稍微大了一點也比較重一點點 不過在相機上面 它們還是算是輕巧的 不至於說會很突兀 那兩個品牌 它們的操作的設計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們的共同點是兩個上面都有螢幕的顯示狀態 那Rode的話它會比較精緻一些些 包括了電量啊 VIO表啊 連接的訊號這些 它的顯示起來看起來會比較細緻一點 那都有冷靴的設計 可以直接把它夾在相機上面 那它們也都有通用了3.5mm的Stereo的音源輸出 那不一樣的是Holyland它的右邊這邊 它還多了一個3.5mm的監聽音孔 這個可以讓你在拍攝的時候去監聽聲音 這個設計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有一些的相機 它就是沒有提供監聽耳機的接孔 像Sony的ZV-1 Panasonic的G100這些它們都沒有提供 在這樣子的拍攝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接上耳機來去監聽 因為無線麥克風最怕遇到 比如說干擾或者斷訊這樣子等等的情況發生 那比較特別的喔 還有一個就是Holyland它的接收器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獨立的旋鈕 它可以獨立的去控制兩個麥克風的音量 分別的控制喔 它上面的提示燈的顏色 直接對應的就是 該發射器的提示燈的顏色 那這樣子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調整的是哪一個麥克風的音量 這一點在Rod上面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Rod它只能夠同時的去控制兩個麥克風的輸出大小聲 你沒有辦法個別的去進行調整 那和發射器一樣 Rod上面也有一個USB Type-C的接孔 可以進行充電也可以連接電腦去進行更多的設定 但是Holyland的接收器上面就沒有 第三點我們來談一談他們的功能性 功能性這一邊就是熱發光發熱的地方了 這兩款都是輕巧型的一對二的麥克風 基本上都有三種的模式 分別是Split Mode或者稱為Stereo Mode 就是各家品牌他們用不一樣的名稱 但是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左右兩軌分別收錄不同麥克風的聲音 讓創作者在後製的時候有更多的後製空間 那第二個是Merge Mode或者稱為Mono Mode 它是把兩個麥克風的聲音混合在一起 那左右音軌是一樣的 它同時收錄到兩個麥克風的聲音 你是沒有辦法把他們兩支麥克風的聲音 單獨拆開來的 適合那一些比較不想要麻煩去進行後製的創作者們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Safety Channel或者Safety Track 安全音軌功能 兩個麥克風一樣它是聲音混合在一起的 不過它左右音軌錄製的呢 有一軌的聲音會比另外一軌來的小 那如果說發生暴音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你可以去找那個音量比較小的那一軌來去備用 但是Rode它除了以上的三個模式之外 它的功能還有更多更多 它可以接上USB連上電腦之後去接觸更多的功能 而且是持續的在開發當中 比如說Rode它有內建的儲存容量 它可以設定它的發射器開機的時候 就自動的內錄無損的聲音 萬一說你訊號干擾或者斷訊的情況之下 無法傳送你的聲音到接收器那一端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個備份在 那Rode它也可以單獨的去使用發射器 作為一個錄影筆等等的啦 那詳細的介紹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拍過的那一集 介紹Rode Wireless Go 2的那一集 那這一集就是Holyland Lock 150它上面沒有的功能 它連接USB之後 它可以進行韌體更新 但是沒有辦法去接觸這麼多的功能 喔對了還有一點就是Lock 150 它的韌體更新目前只接受Windows的版本 它不支援Mac的版本 這一點不OK 拜託趕快加入Mac的版本 只要有多少創作者是使用Mac的電腦來創作的嗎 那第四點就是回味道麥克風的本質 也就是他們的收音品質 收音品質這一塊我們要分兩個部分來去說 一個就是發射器它上面的內建麥克風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像我現在這樣子 就是接上mini mic 接上love mic 那基本上外接的話就是看外接麥克風的品質嘛 所以我直接讓大家聽一聽內建在發射器裡面的麥克風的聲音 讓大家自己來去判斷一下哪一個比較好或者說你覺得都OK 聲音測試的部分我們首先先讓大家聽一聽 Rode Wireless Go 2 如果說你把它放在領子上面 雖然說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這樣子的使用方式 但是還是很多人會這樣子來使用 所以讓大家聽一聽 如果說你把它夾在領子上面 它會收錄到的聲音會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在戶外的話 我們可能會加上防風罩 加上防風罩這聲音會有點不一樣 現在聽到的聲音是夾在領子上面 然後夾上防風罩的聲音 聲音聽起來可能在EQ上面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大家可以聽聽看這個聲音是不是你要收錄到的聲音 那我個人比較建議的方式還是把它夾在襯衫的縫隙裡面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鞋背包 把它夾在這個位置上面聽起來聲音又有點不一樣了 因為你的聲音在這裡聽到的時候 跟在這裡聽到的共鳴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聽聽看這裡的聲音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把防風罩拔掉的話 現在聽到的聲音就是沒有防風罩的版本 大概可能差異不會到太大啦 但還是想說讓大家聽聽各種心境你們會聽到的樣子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手持 比如說有時候為了方便嘛 你可能會這樣子直接來去講話 這樣就不用別的麥克風在身上 或者是在採訪別人的時候 你可能拿著直接對著別人的嘴巴 來去進行採訪會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熱的很有趣的一點就是你可以聽聽看它 我感覺它的那個叫什麼唇齒聲 就是那個嘶或嘶 這些東西的聲音 因為中文字裡面有很多這樣嘶的音 我感覺它會收錄的比較嚴重一點點 那最後一個 加上防風罩之後 因為大部分人如果是說在外面採訪的時候 一定會加上防風罩 因為你不知道戶外什麼時候會有風吹起來 加上防風罩之後收錄到的聲音會長這個樣子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來歡迎歡迎Holyland Lock 150 聽聽看它的聲音表現怎麼樣 先讓大家試聽一下Holyland Lock 150 它如果說你把它夾在你的衣領上面的話 雖然說我不喜歡用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你們自己看嘛 衣領就是有一點已經往前傾了嘛 但是我相信還是會有很多人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你們可以試聽一下它的聲音是長什麼樣子 那另外呢我們也要來測試一下 如果你把防風罩加上去之後 它的聲音應該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們聽一下加上防風罩的樣子 加上防風罩之後 會收錄到的聲音會長這個樣子 聽起來怎麼樣 是你們要求的聲音嗎 我現在是把防風罩給拿掉的情況之下 把它夾在像這種 胸前的位置 是我自己比較prefer的一個位置 至少不會弄壞衣服 然後收音效果也還蠻不錯的 你們可以聽聽看 收錄到的聲音會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用手指的方式來錄製的話 會長這個樣子 當然如果說你在外面風比較大的時候 戶外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加上防風罩 加上防風罩之後 聲音會長這個樣子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那一件麥克風來說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Holyland Lark 150的聲音多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RUD它的聲音會比較刺耳一點 尤其是高頻的時候 那就我個人的使用情況來說的話 比較還好一點是因為 我大部分都會外接一個比較好的 mini mic或者是love mic 一方面是可以獲得一個比較好的收音品質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可以把麥克風把它給藏起來 不讓大家看到你在錄音 那像我現在正在錄音的情況就是 我現在是使用Holyland他們內附的love mic 然後接上它的發射器來去收音 那因為它這個love mic是比較粗一點點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把它黏在我的衣服上面 衣服裡面 所以我還是把它加在這一邊 那今天影片裡面你們聽到的所有的內容 都是這樣子來去錄音的 除了剛剛的十分鐘之外 那第五點我們來看一下收音的距離 官方有標示 road wireless go 2 它可以達到200米 Holyland lucky 50 它可以達到100米 這一些都是官方標示的數字 它們都需要在一個直線完全沒有障礙的距離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盡量不要讓你自己的身體成為一個阻擋物 也不要背對著接收器 那也不要這樣子來去握著麥克風 因為你的手指就會變成是一個阻擋物 測試上面我比較抱歉一點點 因為最近台灣的疫情真的就比較嚴峻一點點 不太適合去戶外去進行這樣子的測試 但是這兩個品牌的麥克風 我都有實際的帶出去拍攝個vlog 基本上我沒有遇過什麼斷訊的問題 之前好一陣子我都是使用road wireless go 2 出去拍vlog 那在上個月的金門之旅當中 從第一天抵達金門之後 下半天的旅程開始一直到第四天結束 我都是使用Holyland的Log 150來去拍攝的 完全沒有問題 也沒有遇到5G訊號的干擾之類的 都沒有 第六點 電量 從官方的數據上面看來 road wireless go 2 它標示的是7.5的使用小時 那我實際使用起來大概是5到6小時之間 那Holyland的Log 150 它有分開來標示 發射器它的體積比較小 所以電量比較小 大約是4小時 那實際使用起來 我大概3小時半以上沒有問題 那接收器呢比較大一點點 大約是7.5個小時 可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Holyland的特色 因為Holyland的外盒它是可以充電的 它這個外盒有提供完完成程的 2.5次的充電時間 所以各位 你們在做選擇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自己的使用情境 如果說你是一直要出去拍Vlog的類型的話 我覺得Holyland Log 150會比較適合 因為你就是一直開著你的接收器跟發射器嘛 基本上不會關掉它 那快沒電的時候 或者是你沒有錄音需需的時候 你就趕快把這個發射器跟接收器 丟回去這個充電盒裡面 來去進行充電 這樣就OK了 你就不用像Rode這樣子 你出去的時候還要帶行動電源 然後還要帶三條線 這樣子充電的時候會比較麻煩一些些 Rode的好處就是你在室內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整天的拍攝的話 你可以一邊透過USB Type-C來去進行充電 而且還可以一邊的使用 一整天使用都沒有問題 多長時間都OK 那這個就是Holyland Log 150無法做到的 一邊充電一邊錄音 各自有各自的好處 看你怎麼樣去使用 第七點相容性 這兩款他們除了可以透過TRS的線 跟單眼無反類單眼等等的這些相機來去結合之外 它也能夠提供給手機來去使用 Rode Wireless Go 2 它需要去額外的購買SC15或者SC16這樣子的轉接頭 那看你使用的是Android的手機還是iOS的手機 直接透過接收器那邊的USB Type-C的孔連接上面 就可以進行錄音了 那Holyland Log 150呢 它是透過內附的TRRS的線材連接到手機 那你還是要去自己自備USB Type-C的線 或者是Lightning轉3.5的接頭 兩個都需要去自備一點東西就對了啦 但是手機上面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最後一點當然不能夠不提到的就是他們的價位 Rode Wireless Go 2在今天至少現在錄影的當下 我去查了一下它的售價大概是新台幣10440塊左右 兩個發射器 一個接收器 三個防風罩 三個USB Type-C的線 然後一條音源線 還有一個收納包 那Holyland Log 150呢 它目前的售價是新台幣7,990塊 整整比Rode Wireless Go 2便宜的2500塊左右 所以我想很多人會很猶豫 到底要去哪一個 它除了附了兩個發射器 一個節奏器之外呢 還有包括了一個充電盒 然後兩個防風罩 一條USB Type-C的線 還有附了TRS和TRRS的音源線 最佛心的就是 它還附了兩個Love Mic Love Mic一個就要上千塊 真的很厲害的 上萬塊的也有啦 所以我覺得在價格上面 Holyland Log 150 它是有絕對的優勢的 那以上就是兩款麥克風 所有的比較 我透過八點來去分析 希望對大家的選擇 會有一些幫助 它們兩個都是一對二的 輕巧型的五線麥克風 我覺得兩款都適合自媒體來去使用 如果說你今天是影視劇組 或者是更專業的需求的話 我會推薦其他的 體積相對來說沒有這麼的輕巧 但是功能性、續航力這些更符合影視需求的 DAT Connect Deluxe Kit來去使用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留言一下讓我知道 那我之後就再單獨的去製作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至於Road Wireless Go 2 跟Holyland的Log 150 要怎麼樣的去做選擇 當然還是要回到你自己的需求來去做選擇 你可以從上面的八點分析來去看一下 哪一個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他們各自得有自己的優點跟特色 我個人出錢簡單的建議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簡單的錄音需求 或者是預算沒有這麼高的話 像拍攝Vlog 或者是一般的這種訪談節目的話 而且機動性是比較高的 常常需要外出拍攝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選擇比較便宜的 Holyland Lock 150 如果說你在外出拍攝的時候 就會充電比較方便 假設說你平常有拍Vlog 但是偶爾也會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拍攝 絕對不能夠容許有一點點的錄音差錯 或者斷訊這樣子的話 像拍攝上岸這一些的 你就可以選擇Road Wireless Go 2 它的價格是比較高沒有錯 但是它的功能性比較豐富 也有內錄備份的這個功能 讓你可以有一個完整的備份在你的發射器裡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的選擇有幫助 我是艾文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待你